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下我的烘焙机是如何设定烘焙封门的 烘焙机的封门其实就起到两个主要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利用风机风扇带动新鲜空气进入滚筒 把旧的空气排出 让滚筒内产生对油热 让豆子的受热更均匀更迅速 第二个就是调节能量的供应 热源加热空气及烘焙机的金属滚筒 通过对流热辐射热传导至咖啡豆 在传导热能量过程中 如果滚筒温度过高或者温度过低 除了可以调整热源大小以外 还能通过风门闭合的大小调整滚筒内的温度 例如空气的流速越快 代表热源加热空气的效果就越差 如果空气的流速越慢 热源加热空气形成温度上升 明白了这个道理 烘焙机的风门无论是手动或者是电子形式都是为了调整锅炉内的排气和温度 烘焙过程中 风门过大 热源跟不上滚筒内的蓄热不够 会影响烘焙节奏 同时咖啡豆会产生沉闷 被烤不好的风味 风门太小 热源过大 滚筒内的温度过高 会让咖啡产生烫伤 夹伤 不熟透的情况 那么咖啡烘焙过程中 到底需要使用什么样的风门呢? 首先根据滚筒载量来设定烘焙中的风门大小 烘焙机没有 未压表可以使用打火机 再取样口 两公分的位置点火 此时需要滚筒运行 油载量 但不需加热 开合风门 观察打火机的火焰 往取样口的倾斜角度去判断 使用什么样的风门去进行后背 一般打火机火焰倾斜的角度 在30度至40度 也就是当前载量与转速的最佳风门 如果设备有微压表的 就能根据仪表的指针刻度 结合 风门刻度去进行调整 例如在烘焙机滚筒有咖啡载量的情况下 不需加热 风门在0的刻度 微压表的指针也应该是0的刻度 因为这个时候滚筒内的正负压应该是平衡的 虽然滚筒的转动也会带动气流 但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 随着风门的逐电打开 所以扩大 这个时候微压表的指针也应该随着风门的开合 而慢慢的转动 接着把风门开到最大 微压表的指针能达到什么刻度 就记录下来 风门的刻度与微压表的刻度数字不是成正比的 例如 风被机封门展开 指针的刻度是50% 微压表的指针刻度未必会增加无格 这与微压表的不同两层有关系 我们只需要记录 风被机封门100%全开 微压表的指针达到什么位置并记录下来即可 再有载量 运行滚筒的时候 一般风门展开的数字只使用微压表两层 20%到30%就可以了 同样的风门在不同载量 不同转速的情况下 微压表的指针刻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滚筒的正负压也不一样 我们可以始终观察 微压表指针指向的刻度 打火机火苗倾斜的角度 去设定风门开合的刻度 就是烘焙时的最佳风门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分享传播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